第1134章 帝尊降临 九霄学府站队中心大厅之内 所有学员的笑声依然没停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变突起 所有学员惊奇地发现 大厅的空气中不知何时 开始飘无起一朵朵洁白的雪花 猛一眼看起来 那雪花和自然界的雪花没什么区别 可是仔细一端详 这雪花绝非是自然诞生的那种雪花 自然界的雪花每一片都是不同的 纷乱地飘洒在整个天地间 急杂乱又和谐整齐浑然一体 而这些雪花太过整齐 每一片雪花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 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沙纳间轰笑声励止 静若寒蝉的肃立在那里 所有人都知道极寒帝尊到了 大厅内的雪花无风自舞 轻巧地盘旋了几周后 纷纷朝一个位置汇聚了过去 凝结成了一个女体形态 下一刻光滑稍纵即逝 当光芒彻底收敛时 一个雪未激 冰未骨 身披雪绒华服 娇艳动人的美艳少妇 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从上到下 从发丝到衣衫 这美妇人全身上下 无一处不是雪白 无一处不透露出圣洁的气息 只有那瞳孔中映射出一点漆黑 让整个人都显得生动了起来 见到楚行云一句话 真的把极寒帝尊请了过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目瞪口袋 没错 这道身影 正是极寒帝尊用冰雪凝聚而成的分身 环顾一周 极寒帝尊正准备开口发问 却猛地对上了楚行云那双漆黑的瞳孔 身体剧烈一颤 极寒帝尊失态地朝着楚行云走了两步 但是随即便停下了脚步 男男的道不不可能是他无论是长相 身材还是气质神韵都截然不同 就连灵魂波动也完全不一样 极寒帝尊深深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随后朝沐天一看了过去 清冷的道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裁决 见到极寒帝尊真的被请了出来 沐天一彻底慌了神 在雪府的雪子眼里 他是高高在上的武皇 首长督察团大执事的权柄 可是沐天一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 在整个仙庭的权力阶层中 他根本不入流 有权有势的武皇 或统兵挂帅 镇守边疆 或坐镇一城 雄霸一方 怎么可能跑这里来做什么执事 虽然他这个执事前面挂了的大字 但其实不过是用来区分普通执事而已 就算加了的大字 归根结底也还是执事 执事就是执行具体事务的人员 并不算是绝对的领导者 督察团的权力阶层上 团长权力最大 两大副团长次之 接下来才是他这个大执事 在他的下面 就只有办事员这类普通执事了 他的权力是虚权 势力是虚势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特别重视权势的剑力 这次之所以出手对付楚行云 目的就是吞掉九优战队 多一条培养人才的通道 加快势力组建的速度 硬冷地横了楚行云一眼 穆天一转过身 恭敬地对极寒帝尊道 是这样的帝尊 这位学员申请收购九优战队 我们的办事员觉得他实力太过低微 不足以经营好三级战队 所以断然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开始聚众闹事 听着穆天一的话 极寒帝尊厌恶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帝尊也是人类 但就算是人类 也是活了一万多年的人类 虽然穆天一说的都是真话 但显然是不静不时的 在一个活了一万多年的帝尊面前 玩这种小花招 也不知道是他太高看自己的智商 还是太看不起帝尊的智慧 对于穆天一的话 极寒帝尊没有理睬 转而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清冷得道 对于天一武皇的说法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面对询问 楚行云耸了耸肩膀道 基本符合实情 唯一隐瞒的 就是他和那个办事员 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而再 再而三的 咒骂阴阳舞者是垃圾说话间 楚行云朝着周围比了比道 在场的这一千多人中 最起码有几百人是亲耳听到了的 而且绝不止一遍听到楚行云的话 极寒帝尊眉头皱得更紧了 很显然 楚行云是绝对战里的 但却有小题大做 借题发挥的嫌疑 看到极寒帝尊的表情 慕天一顿时亮起了眼睛 插口道 我承认我是骂人了 但就因为一句话 你就要我跪下磕头认错 这不是闹事是什么 面对慕天一的辩解 楚行云连回答都免了 只是平静地看住 极寒帝尊 等待着他的裁决 面对于此 极寒帝尊也感觉棘手起来 沉吟好半天 也没能做出决定 斟酌再三 极寒帝尊终于做出了决断 对楚行云道 确实 慕天一有错在先 他确实不该骂人 但你让他下跪道歉 却是太过了 嗯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楚行云猛地瞪大了眼睛 这极寒帝尊怎么了 是本人吗 不是冒充的吧 怎么会说出这种不治 甚至是愚蠢的话来 看住楚行云 不可置信的表情 极寒帝尊 也因感觉有点不对 似乎有一些重要的事物 被自己忽略掉了 可是今天 他的状态实在不好 刚才第一眼看到楚行云时 在目光对视的那一瞬间 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心目中 那个无比伟岸的他 帝尊心智如钢铁一般坚固 等闲不会动摇 但一旦动摇 后果就非常严重 深深地看住极寒帝尊 楚行云凝重的道 那么极寒帝尊是认为 即便慕天一当众 多次辱骂阴阳舞者 威拉鸡 也是无大碍了 点了点头 极寒帝尊道 骂人是错 牧天一应该道歉 但下跪就过了冷冷的环食一周 极寒帝尊断然道 牧天一 你现在马上当众道歉 是是是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牧天一连声道 是我不对 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骂了人 以后我一定会加强情绪管理 道歉结束 牧天一得意地横了楚行云一眼 随后意正词言地 对极寒帝尊道 不过 虽然我骂人不应该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 他没有经营三级战队的能力 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 极寒帝尊淡然道 好了 你们部门的事 你们公事公办 我不加干涉 转头看住楚行云 极寒帝尊道 此事到此位置 你也不要再小题大做 借题发挥了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楚行云先是一愣 总感觉似乎有什么关键点 被自己遗漏了 患在平时 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可是今天 他的心灵波动实在是有点大 无法静下心来思考 面对着众人质疑的目光 楚行云有点心灰意冷 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 苦涩地闭上眼睛 楚行云暗暗做出了决定 这九霄学府看来不是九流之地 这所谓的战队也没必要建立了 一滩污泥浊水之中 能创造出什么气象来 原本 楚行云是打算加入九霄学府 一边丰富自己的修行知识 一边暗中寻找和守护水流香 但现在看来 他做不到了 寻找水流香会继续进行 但要他继续在这滩污泥浊水中 同流合污 他做不到 看住楚行云挨莫大于心思的表情 极寒帝尊越发地感觉事情不对 若不是重大的冤屈 何至于让一个人如此的绝望 别的可以装 但是绝望的心境 是装不出来的 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绝望情绪 即便普通人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何况是他 荒谬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中夹杂住粪木 但却依然异常动听的声音响了起来 听到这道声音 楚行云浑身剧烈一颤 猛地转过头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入目所见 一个青春秀丽的少女 正一脸消杀地从门口处走了进来 一身冰蓝色素裙 头上插着冰蓝色的发拆 周身散发着一种生人物净的冰冷气息 让人一看之下 便不由地心生冷意 看出这道秀气的身影 楚行云的身躯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青铜 分别两年 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界 终于再次找到了水流香 再次见到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看住楚行云那夜夜 可以梦中地见的身影和面旁 水流香内心的情感 也是汹涌澎湃 但是现在 却不是叙旧的时候 即便有再多的话想对她说 也要私下里再说 流香你怎么来了 见到水流香出现极寒帝尊 甚是亚弈 她这个徒弟 性格是非常古怪的 不惜与人接触 也不喜欢接触外界的事物 平时若不是苦心修炼 便是呆望着天空发呆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流香没有交一个朋友 从来不管任何事情 独来独往 旁服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半 可是今天 她竟然赶了这么远的路 集散伙似地跑到这里来 这就让她有点好奇了 对于这个徒弟 极寒帝尊是非常看重和喜欢的 虽然大徒弟因她而死 但凡事皆有因果 果报之事 帝尊是看得非常开的 看不开的就成不了帝尊 可是虽然看开了 但看着水流香青春娇美的样子 极寒帝尊还是忍不住 想起自己的大徒弟叶穴上 叶穴上的天赋也是极好的 年纪轻轻便成就了武皇尊位 是极寒帝尊所有弟子中 最有才华和天赋的 大约三千年前 极寒帝尊按耐不住心里的思念 派叶穴上进入了星辰古路 想方设法去探查关于她的消息 原本极寒帝尊想自己去的 可是作为五大帝尊之一 她深袭人族的安危 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一旦她死了或者回不来了 人类将被彻底灭绝 自己不能去又太过思念 所以极寒帝尊派出了叶穴上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转眼之间三千年过去了 叶穴上没有回来 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倒是水流香 成功地穿越了星辰古路 来到了乾坤世界 水流香拥有着叶穴上 所有的记忆 从某种角度上说 现在的水流香 也算是叶穴上 与水流香二合一的存在 当一个人 拥有了另一个人的记忆时 虽然他不可能 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也绝对不仅仅 是原来的那个他了 水流香也是如此 拥有了叶穴上的记忆后 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甚至是发生巨大的改变 若不是拥有了叶穴上的记忆 水流香怎么可能离开 楚行云 对于水流香来说 楚行云是他心目中的唯一 楚行云就是他的一切 不管他做了什么 他都会原谅 当他为了它 连命都可以不要的时候 还有什么错误 是不可原谅的呢 事实上 原本的水流香 一直是超级自卑的 一个从小就被当成是剑种的存在 怎么可能自信的起来 叶穴上一生也没谈过一次恋爱 感情上一片空白 自幼便是极寒帝尊的大徒弟 去到真灵世界后 也是北荒域唯一的武皇 几千年的时间 身为无敌强者 威压整个北荒域的叶穴上 不可避免地养成了自高 自傲 孤方自赏的性格 那已经是根深蒂固 无可更改了的 那日九寒宫之上 叶穴上多少失败 被心魔斩杀 但记忆却斩杀不掉 从那一刻起 水流香便已经不再是原本的水流香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 叶穴上的记忆 对水流香来说就是知识 学到了一个老牌武皇的所有知识后 如今的水流香已经成长了 如果说九寒宫一战之前 水流香还只是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那么现如今 拥有了叶穴上几千年记忆的她 已经是一个无比成熟 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成熟女性了 即便到了这一刻 水流香依然矛盾的 矛盾到了极点 按照水流香本我意识来说 楚行云做什么都是对的 即便楚行云想娶其他女人 要她坐小 也只会委屈地躲在一旁哭 却不会选择抗拒 更不会离开 但换了是叶穴上的话 她的骄傲和自尊 让她只能选择离开 叶穴上 就是那种宁愿被砍断脖子 也要保全脸面的人 时隔两年 水流香再次见到了楚行云 可是此时此刻 她的内心依然在矛盾住 纠结着 脚步想要去流浪 心却想靠岗 笑容想要去伪装 累却想投降 第1136章慷慨陈词 见过师尊 水流香没有脊柱和楚行云搭话 而是躬身一礼 先行见过极寒帝尊 在拜见极寒帝尊的同时 水流香也在通过神识 聆听着周围观众的议论声 刚才进门时 她听到了慕天一的那一席话 但是对整件事情 还是缺乏全面的了解 现在就开口 很容易出错 趁拜见极寒帝尊的时间 水流香可以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 果然 一里之间 水流香已经成竹在胸了 不过 让水流香疑惑不解的是 师尊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情况 她却完全没有发现 这件事可绝对不小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的话 对极寒帝尊的名誉 绝对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甚至可能让她遗臭万年 直起身来 水流香对住极寒帝尊道 师姐让我来的 她说你要考核一下 我对事物的分析 判断 以及处理能力 听到水流香的话 极寒帝尊虽然依然不知道 到底遗漏了什么 但很显然 这个遗漏 水流香发现了 从水流香的言行上看 这件事情显然异常严重 处理不好的话 后果可能连她这个帝尊 都抗不住 谨慎地点了点头 极寒帝尊摇头道 我是要考核你师姐 她却偷懒 把你给支过来了 见到极寒帝尊 领悟了自己的暗示 水流香奄然一笑 娇俏地道 没关系 流香也想知道 自己现在的水平呢 也好 极寒帝尊点了点头 温和地笑道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今天就考你吧 怎么样 你觉得 慕天一需要下跪吗 水流香面上 依然带着娇俏的笑页 摇头道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下跪 怎么会有人提出 这么幼稚的惩罚啊 听到水流香的话 有人惊叫 也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但是绝大多数人 都深表认同的点住头 确实 下跪还是太扯淡了 绝对是小题大做 议论声再次大了起来 大多数人都朝楚行云看住 脸上竟是嘲弄之色 区区一个阴阳的垃圾 竟然想逼一个武皇下跪 简直是白日做梦 皱了皱眉头 极寒帝尊谨慎的道 流香 若按照你的意见 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慢慢收起料如花的笑页 水流香的脸上 慢慢凝满了寒霜 冰冷的不带一丝人气的道 很简单 当场开除 永不录用 水流香一句话之下 整个大厅内 顿时陷入了 诡异的寂静之中 时到此刻 可容纳三千人的大厅内 早已经是人满未患了 没有人想到 水流香竟然说出 这样的话来 何柱说 下跪道歉都不行 还得当场开除 还永不录用 这太残忍了吧 不就一句话吗 不要小看 永不录用这一个词 整个人类 在五大帝尊的统帅下 休期与共 一处不用 则处处不用 慕天一的仕途 等于彻底断掉了 不 我不服 我不就骂了几句吗 堂堂九霄学府 崇尚的是言论自由 岂可因言罪人 慕天一的声音 满是愤怒和惊恐 看住慕天一 水流香的表情 满是鄙视和不屑 首先 身为九霄学府 督察团的大知识 你本该协助各战队 协调好战队事务 配合九霄学府 为人类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可是你却消极代工 不但不好好工作 还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而再 再而三的侮辱骂骂学员 完全没有做到尽忠职守 此为不忠 其次 你口口声声 阴阳境界的都是垃圾 岂不知生你养你的父母和祖先 他们大多数人 一生都停留在阴阳境界 此为不孝 再次 你身为武皇 不但不自重身份 反而自持身份 蔑视大众 欺凌弱小 此为不仁 最后 这次事件 本是你因私废弓 弓器私用 试图强吞九幽战队引发的 此为不义 一连四条 水流香说的慷慨激昂 那无与伦比的气势 震得现场一片寂静 转过身 水流香对极寒帝尊一抱拳 翠生道 如此不忠 不孝 不仁 不义之人 不配留在九霄学府 自该当场开除 永不露用 看出水流香 一通慷慨陈词 楚行云开怀地拍着双手 真诚地为水流香鼓掌 心里即为她的成长而开心 又因为她的成长 而黯然神伤 过去那个单纯善良 如空谷幽烂一般的水流香 如昨日黄鹤一般 移去之后 再也不会回来了 可是人总是会成长 总是会慢慢走向成熟 这对水流香来说 是一件好事 对楚行云来说 也是一样 一个女孩 只有长大了 才更明白什么是爱 只有成熟了 才更懂如何去爱一个人 惆怅的是 伴随着成长 必然会失去很多 甚至如脱胎换骨一般 同样骨掌的 还有极寒帝尊 水流香的一通分析 让她很是欣慰 确实 以沐天一的所作所为 虽然不是什么重罪 但却已经不适合 在九霄学府任职了 不仅仅是九霄学府 沐天一这个人 根本不适合任何领导岗位 品性不合格 消极代工 欺凌弱小 玩弄权柄 工器私用 这样的人 必须剔除出管理团队 不过 这些就是全部了吗 不 肯定不是 水流香所说的这些 极寒帝尊 其实都想到了一些 也许没这么清晰 这么详细 但大方面没露 转头朝楚行云看去 极寒帝尊眉头 再次紧锁了起来 虽然 楚行云的表情很欣慰 很满意 对住水流香 一直拍住巴掌 但是他的眉头 却和极寒帝尊一样 依然是锁着的 并没有散开 陈阴间 极寒帝尊微笑住道 不错 你分析的不错 不过你的话 怕是还没说全吧 面对极寒帝尊的询问 水流香点了点头道 确实没有说全 毕竟 很多事 还是由当事人说出来 才更全面 我就不越阻带袍了 听着水流香的话 看出他脸上 那掩藏不住的情意 极寒帝尊内心 非常的好奇 过去两年多来 从没见这丫头 对任何男子假以辞色 怎么忽然之间 就对一个男孩子这么好 简直就是柔情蜜意 不过 当极寒帝尊的目光 落在楚行云的脸上时 一切的疑惑瞬间消散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颜值及正义 有哪个女孩子 不愿意做一个正义使者呢 第1137章讲述 没有过了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嘲讽得到 你到底要说什么 能不能别总是说这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都知道 听到慕天一的话 楚行云转头 朝极寒帝尊看了过去 严肃地道 极寒帝尊 我有一件事始终想不通 还希望您能给予解答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极寒帝尊痛快地点了点头道 有什么问题 尽管说 只要我知道 就会给你解答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我想不通的是 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把那么多十七八岁的孩子 在完全没经过培训的情况下 直接推向战场的 这个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极寒帝尊淡然道 这个决定 是大约一千多年前 我们五大帝尊合议后 共同定下的 不是某一个人的主意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一千多年前 你们定的 可不是现在这个制度 那时的规定里 考商要先经过半年军训 随后才可以踏上战场的 听到楚行云的话 极寒帝尊皱起了眉头 他虽然身为帝尊 但是身处高位 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哪可能试试记得 好在 帝尊就是帝尊 微微闭上眼睛 通过神识 与九霄学府的相关人员 一询问 立刻便清楚了 只沉默了一小会 极寒帝尊便睁开了眼睛 淡然道 这个决定 是一百七十年前 由新生代将领发起 经学院批准后 开始实行的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极寒帝尊 以您的知识和经验 你觉得 将一群十七八岁 连家门都很少出的孩子 直接扔到战场上 结果会是如何呢 这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极寒帝尊瞬间拧起了眉头 不需要太多思考 只稍微一想就知道了 那绝对是送死的 不管他们有多么天才 也不管他们实力有多强 都无法改变 他们依然是个孩子的事实 把一群十七八岁 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孩子 直接扔到战场上 这简直就是去送死的 如此荒谬的决策 是怎么通过的 见到极寒帝尊的面色大变 穆天一内心也开始打鼓了 虽然怎么看 这事也和他扯不上关系 但无论如何 他不能任由楚行云 肆无忌惮地说下去 总之 楚行云赞同的 他就反对 楚行云反对的 他就赞同 对助干就是了 思索间 穆天一开口道 虽然这样做很残忍 但为了不空费人力 物力 财力 我们没得选择 这就是你最该死的地方 也是我要你跪下道歉的 根本原因 终于 楚行云说出了自己的动机 听到楚行云 把责任压到自己身上 穆天一哪可能接受 怒声道 你 你怎么呼叫蛮缠 就算规则有问题 那也怪不到我身上啊 规则又不是我定的 看住楚行云和穆天一的争执 极寒帝尊的眼睛 渐渐的亮起了金芒 时到如今 线索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他也隐约有点明白了 楚行云继续道 穆天一 你三百年前成就武皇 并且接任了督察团大执事 你上位的一百年后 这个新规则被通过 穆天一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妙了 怒声道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说了 这规则不是我提出的 也不是我批准的 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个规则是错的 嘲弄的一笑 楚行云冷声道 你倒把责任撇得干净 你以为不是你做的就没责任了 荒谬 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份和职位 四 听到楚行云这最后一句话 全场倒吸了一口冷气 穆天一并不是导师 他并不负责给学员上课 更不会传授给他们任何知识 穆天一的职责 就是协调和沟通学院各大战队 说白了 他就是各战队的顶头上司 虽然职位上 他并不是太高 在他之上 还有团长和副团长 但是日常与各大战队接触的 其实就是他 所谓县官不如县官 虽然在职位上 并不是太高 但是对于各战队来说 他权力无限大 穆天一对各大战队的影响 更是超越了一切 涉及到公务的时候 即便吉寒帝尊 也要尊重穆天一的意见 第1138章终生监禁 看住穆天一 楚行云森冷的道 就在今天 我来这里完成九优战队的收购手续 可是不管是办事员 还是身为大知识的你 都一口同声地告诉 我一个阴阳境界的垃圾 不配收购三级战队 猛地伸出手 食指着垃圾框内的合约 楚行云怒声道 我想请问 学府的哪一条 哪一款规定 一个阴阳境界的学员 不可以收购三级战队的 面对楚行云的质问 穆天一也来了火 怒声道 不需要任何规定 我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便是没有 面对穆天一的话 楚行云慢慢抬起右手 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 你穆天一觉得阴阳境界就是垃圾 所以我就是垃圾 就不能收购九优战队 可你想过没有 当你制定了这样的标准时 就等于是定下了规则 潜移默化之下 会改变一个阶层的命运 猛地转过身 楚行云对驻极寒帝尊一抱拳 宁众的道 帝尊自新规定执行以来 虽然考生考取数量没变 依然维持在三千多人 但死亡率却从原来的两成 提升到接近五成 不仅仅如此 从新规定实行后 前线普通阴阳境界的士兵 每年的战死率 从两百年前的三十万 提高到了现在的近五十万 顿了顿 楚行云面容哀伤的道 事实上就我在前线所见所闻 阴阳境界的士兵 现在基本已经沦为炮灰般的存在 各级将官 根本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凝重地看住极寒帝尊 楚行云真切的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阴阳境界的也是人 他们也有人权 各级官员 不能只把他们的死亡 看成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那真的太残忍了 哎 长长地叹息一声 极寒帝尊闭上了眼睛 虽然 他已经彻底被楚行云打动了 但作为帝尊 做事是不允许犯错的 更不能一时兴起 就做出决定 正如楚行云刚才所说的那样 他随便的一个决定 便足以改变一个阶层的命运 快速地分析和判断中 极寒帝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不需要怀疑 楚行云的顾虑是对的 因为穆天一 比是阴阳境界的高手 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 就剥夺了阴阳境界应有的权利 比如楚行云收购九幽战队 就不可能通过 危险不仅仅是这些 楚行云遭受的委屈 其实只是被剥夺人权的人 所遭受的亿万屈辱中的一个而已 当阴阳境界与垃圾划上等号的时候 那么考核时 每年多四几千也就无所谓了 反正死的也就是些垃圾 当阴阳境界没有任何人权的时候 那么在前线 各级将领就不会把他们当人 战死又如何 后方很快就可以补足 将军不体虚士兵 一切以军功为目标 为了获取军功 即便牺牲千万阴阳战士 那也是值得的 反正都是垃圾 死就死了吧 每年多战死二十万人 两百年便多死了四千万战士 若人类现在可以多出四千万战士的话 即便只是阴阳境界 处境也会比现在好处不知道多少倍 可是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阴阳境界是垃圾 为什么阴阳境界会没有人权呢 归根结底 终究是有这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不然不会如此 极寒帝尊自问 他绝对不是这么想的 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既然他没有过 那么一层层往下找 源头 只能在牧天一身上 牧天一虽然不是导师 但不要忘记了 九霄学府 是以战队卫单位构成的 而所有战队的顶头上司 就是牧天一 牧天一的一举一动 必然影响到各战队 各战队成员受到影响后 当他们加入军队 成为高级将领时 便会提出那样灭绝人性的提案 正是牧天一培养出的那群人 提出了那个提案 也正是那一批人 通过了那个提案 从提案通过的那一刻起 阴阳境界便再不算是人 只是垃圾 只是消耗品而已 即便死得再多 也可以快速补充 感受到事态的严重 九寒帝尊终于成功地 排除了一切干扰 进入了帝尊层次才有的 最深层次的冥想状态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没有人敢惊扰极寒帝尊 所有人都知道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答案便将最终揭晓 终于 极寒帝尊慢慢张开了双眼 目光中的冷意 让人一看之下 似乎连灵魂都被冻结了 冷冷地看住牧天一 极寒帝尊冷声道 牧天一 因为你个人的素质太低 导致人类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 作为惩罚 免去你所有的职务 发配边疆 去赶死队报道吧 什么 帝尊我冤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牧天一恐惧地睁大了眼睛 想要争辩的时候 极寒帝尊却连他的声音 都不想再听 直接一挥手 将他冻结成一个冰雕 冰冷地住立在那里 极寒帝尊森冷地道 通过冥想推理 我发现事态的严重性 已经出乎了我的预料 若情况继续恶化下去 人类必将走向灭亡 为此 话说到一半 极寒帝尊停了下来 深吸了口气后 才无比艰难的道 我宣布 过去三百年来 九霄学府出去的所有军官 全部就地免除一切职务 痛苦地闭上眼睛 极寒帝尊沉默了许久 这才无比苦涩的道 药田的产量一直上不去 让他们都去药田 好好种地去把丝 面对极寒帝尊的命令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极寒帝尊一到命令之下 一系列将军 孝官 卫官 瞬间从军官变成了药农 虽然 这并不是发配 但事实上 却比发配轻不到哪去 让他们有多大的本事 这一生 都只能守着要填忠王 再不可能 有任何前途了 处置完所有人 极寒帝尊转头 看向楚行云道 这次你的功劳极大 为全人类 免除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有什么愿望 想要什么奖励 可以和我说 只要能够做到 我会尽全力帮你实现 愿望 奖励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苦笑起来 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听到类似的话了 原以为 这一生 都只能是他帮助别人 实现愿望 给别人发放奖励 没曾想 今天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第1139章要求 面对极寒帝尊的奖励 楚行云倒也没有推辞 所谓有功必赏 有错必罚 这是一个上位者 最基本的素质 若楚行云 一味地不要奖励 反倒会让极寒帝尊难办 而且 既然做出了贡献 那么获取回报也是正当的 该拿的不拿 那叫矫情 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该是我的 你不给都不行 不该是我的 你给我也不要 不过 虽然奖励可以随便要 但到底要点什么呢 斟酌了一小会 楚行云开口道 既然帝尊慷慨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提两个小要求吧 听到楚行云的话 极寒帝尊暗暗苦笑 心说你倒是不客气啊 我说给你奖励 可没说给俩 不过无所谓了 楚行云的功劳太大 等于是将人类 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即便他提出再高的要求 也是可以接受的 见到极寒帝尊点头 楚行云道 第一个要求 我要求公平对待 把被没收的九优战队还给我 那是我花钱买下的 面对楚行云第一个要求 极寒帝尊皱起了眉头 稍一沉吟后 开口道 这个很难办 具体到各部门的事物 我不是不能插手 而是不想插手 听到极寒帝尊的话 楚行云先是一愣 不过设身楚地一想 便明白了过来 同样的情况 他其实也遇到过 在真灵大陆时 他是将权力下放的 就算下面的人 做得不是太好 不那么完美 他也不会乱插手 不是说他没这个权力 而是这样做不合适 正沉吟间 极寒帝尊道 这样吧 这战队就不帮你解封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 特别的奖励 允许你重新建立一支战队哦 极寒帝尊给出的方案很特别 但是却也让楚行云很满意 稍微一思索 楚行云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你可以说第二个要求了 极寒帝尊淡然道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极寒帝尊将过去三百年 培养的军中将领 都发配去药田 我觉得有点浪费 整整三百年的时间 九霄学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才培养出了这些精英 若就此废除不用 那真的太可惜了 虽然 他们不适合继续留在领导岗位 但是作为士兵的话 却依然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 你的意思是 面对楚行云的话 极寒帝尊危索起了眉头 看住极寒帝尊 楚行云道 我觉得 完全可以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组建一个由真正的精英 组成的特战部队你 想统帅这支部队 极寒帝尊敏锐地捕捉到了 楚行云的想法 当人不让地挺起了胸膛 楚行云道 没错 虽然我实力低微了些 只有阴阳一重天 可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是唯一的人选 不如此 如何明确九霄学府的态度 不如此 如何证明学府 没有歧视阴阳境界的舞者 确实 稍一思索 极寒帝尊道 确实 不如此 也不足以表彰你的功绩 好吧 你的第二个要求 我也答应了这支军团 由我亲自批准 并且由我亲自督建 待部队完成组建后 我会将整支部队 交到你的手里 这需要一点时间 说到这里 极寒帝尊环食一周 随后道 好了 这次的事情 就到此位置 大家都散了吧 花生落 极寒帝尊的身体 迅速开始消散了起来 飞扬成漫天的雪花 微风一卷之间 雪花消散 极寒帝尊也不见了踪影 极寒帝尊离开 此事也划下了据点 所有人纷纷散开 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只有两个人 依然住立在那里 一个是楚行云 另一个是水流香 彼此凝望了许久 水流香终于开口道 找个地方 我们好好聊聊吧 微微点了点头 楚行云转过身 安排大家先回去 随后和水流香一到 朝门外走去 一刻钟之后 九霄学府 避落全旁的凉亭内 楚行云和水流香 并肩而立 看住凉亭外的泉水 久久没有出声 许久 水流香终于开口道 你 怎么来到乾坤世界的 抬起头 遥望着天空 楚行云道 我有一只 可以虚空穿梭的 太虚式灵蟒 就是它在着我 一路寻找着你的踪迹 最终来到了这里 画声落 楚行云右手清灰 一道道冰蓝色的雕塑 接二连三的 出现在了凉亭之内 一尊 两尊 三尊 一共十八尊冰雕 雕塑的全部都是形态 和表情各异的楚行云 甚至在那基座之上 还刻印着水流香 当时留下的字迹 看到两年前 自己雕刻的冰雕 水流香瞪大了双眼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能再次 见到这些冰雕 从真灵大陆 来到这个世界 一共要经过 十八个传送节点 每个传送节点旁 水流香都要休息一天 以待身体内的空间能量消散 休息的一天时间 水流香都在 潜星雕刻中度过 十八个节点 便雕刻了十八个冰雕 看住水流香震惊的表情 楚行云梦一般地道 星空古路 浩瀚难测 若不是冰雕内 散发出的爱意做指引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穿越星空古路 抵达着乾坤世界的 听着楚行云的话 回忆着星空古路 那无限浩瀚的虚空 水流香简直无法想象 那是能靠人力 一路飞过来的吗 怎么可能 颤抖地张了张嘴 水流香迟疑地道 一路飞过来 那要多久啊 甜蜜的一笑 楚行云道 也没多久了 只花了两年时间 我就找到了你 原本 我以为这一生 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听到这句话 水流香再也控制 不止内心的情感 猛地扑进了楚行云的怀里 当楚行云愿意为了她 做出这么多事情时 她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紧紧地将水流香抱在怀里 这一刻 楚行云感到整个生命 都圆满了 再无缺憾了 怀抱内 水流香也是翘脸飞红 只感觉周身暖洋洋的 内心深处 透出一种蜜样的甜 让她只想时间 就停留在这一秒 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知道星空古路的凶险 更何况 楚行云竟然是驾驭着石灵蟒 一路飞过来的 那绝对是九死一生 时到如今 水流香万分的庆幸 庆幸自己当初留下了那十八尊冰雕 否则的话 楚行云必然在那浩瀚的 星辰古路中迷航 成为星空古路中最常见的 虚空浮尸了吧 一想到那种凶险 水流香的双臂抱得更紧了 视而复得的感觉 让她强烈的不安 可以不见 却不能失去 第1140章命运回廊 身处一世界 水流香总算可以放开怀抱 不去顾虑那么多了 在这乾坤世界 无论她做了什么 都不会伤害到楚无意 轻易地依偎在一起 水流香终于问出了 内心困惑了几年的问题 云哥哥 你和叶千寒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无意 她 面对水流香的询问 楚行云也是苦笑不已 动了动手臂 将水流香抱得更紧一些 也让她在自己的怀里 更舒适一些后 楚行云道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和叶千寒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知道 无意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可能 面对楚行云的解释 水流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彼此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 甚至都有了孩子 可那个男人却说 和那个女人毫无关系 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 见水流香一脸的不可置信 楚行云无奈地贪了贪手 一脸的无奈 只有经历过的事情 才能解释 才需要去解释 可他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要怎么解释 看住楚行云一脸苦笑的样子 水流香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件事情 其中的究竟 也许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 回想当日 九寒宫上 楚行云只是一再哀求挽留 却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现在想来 他不是不想解释 而是没法解释 试想 一个男人 拼命救出了心爱的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敌人 却抱着一个孩子出来 最无奈的是 那个孩子 竟然就是那个敌人 为他生下的 这怎么解释 当时的他 其实比谁都猛 他还想要解释呢 怎么可能给出合理解释 而且从时间上算 无疑应该就是在 古兴秘境里怀上的 那段时间里 楚行云和叶千寒 可是死对头 彼此恨不能杀了对方 怎么可能就好上了 若楚行云一向 瘫花好色 那也倒罢了 可问题是 楚行云一直都是 洁身自好的 身边那么多美女 而且都深爱住她 若楚行云 真的瘫花好色的话 以她的身份和地位 早就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了 情人之间 眼里是最柔不得沙子的 再大方的女人 再大方的男人 也容不下 时到如今 两人都想弄清楚 这件事的内幕 不然的话 心里的芥蒂 这一生都将存在 迟疑地看住楚行云 水流香道 云哥哥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但若想我们彼此爱得 毫无保留 我希望可以弄清楚 这件事贪了贪手 楚行云道 我比你更想弄清楚 可是问题是弄不清楚 没这个办法 奄然一笑 水流香道 真灵世界 确实没办法 但九霄学府里 却有一个命运的回廊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过去 听说有这样奇妙的地方 楚行云当然不会拒绝 他做人做事 堂堂正正 从不下时 五大帝尊在 人类就在 五大帝尊王 则人类王 帝尊的意志 大于一切 命运的回廊 位于九霄学府的中心处 是一个回字形的走廊 回廊围绕着一颗 直径十米左右的 巨大雨石建造 据说 这命运的回廊 是天命帝尊 以巨型雨石为震合 布下的奇幻大震 只要将精血 滴落在雨石上 雨石那光滑的表面上 便会出现这个人 过去的经历 不仅仅可以推测过去 还可以预测未来 不过 那就必须是 帝尊亲自主持了 一万多年前 轮回帝尊 就成功地发动过此阵 至于预测到了什么 就只有轮回天地之道了 在水流香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 进入了命运的回廊 站在了那块巨型雨石之前 看住这块巨大的雨石 楚行云不由地探未观止 这么大块的雨石 若是融化了 用来锻造兵器的话 那能锻造出多少把神兵利器啊 摇了摇头 楚行云伸手指 放在嘴边 用牙齿一咬 顿时 层层的鲜血流淌了出来 逼出一滴精血 落在了雨石之上 只一瞬间 那精血便被雨石吸了进去 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一道萌萌的光影 出现在了雨石光滑的表面上 首先出现的 是楚行云与水流香 在壁落全旁相拥的画面 周围坐落着十八尊姿态各异的雕塑 栩栩如生 画面也是美得出奇 紧接住 画面开始动了起来 回放着楚行云所经历的一切 画面的速度很快 而且是跳跃性质的 若无事发生 便不会显示 事情越重要 则画面越详细 越清晰 画面一路倒转 楚行云三轮考核如何进行的 楚行云如何被夜灵姐妹解救 随后回到了星空古路 回到了那次虚空风暴中 那场风暴 是楚行云命中的大劫 生死 系在一线之间 因此非常的详细 看住星空古路中 那肆虐的虚空风暴 水流香下得面色煞白 抓着楚行云的手 很快便被汗水湿透 看住那恐怖的画面 水流香真的无法想象 楚行云是如何 从那样的灾难中活过来的 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个男人 为了他 真的是拼上了一切 他真的是何德何能啊 画面掠过了虚空风暴后 开始了漫长的星空古路 星空古路 分成了十八段镜头 十八个节点 十八座冰雕 代表着楚行云十八次劫难 有一座找不到 他都会迷失在虚空之中 永远也走不出来 看住楚行云在那空虚 孤寂的虚空中游荡 水流香不由地捂住了嘴巴 大客的泪滴滚滚而下 这个男人 就算是真的出轨 他也不想去计较了 无论他做过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对于他 他真的是碍入骨髓 爱他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 漫长的星空古路终于过去 画面回到了熟悉无比的真灵世界 万剑阁之上 看住楚行云傲然端坐在宝殿之上 万众膜拜下 将手中的权力一一分出 将各种宝贝大肆派发下去 为了他 楚行云放弃了整个江山 放弃了所有的权力 放弃了所有的财富 甚至连随身的一众宝物 也一个不留地分了出去 荣耀 财富 身份 地位 权势 楚行云原本富有一切 却为了他 将一切切如碧鱼 这个男人 他真的还要苛求什么吗 猛伸出双臂 水流香再次投入了楚行云的怀抱 他这次出来 是没打算活着回去啊 这显然是在交代后事 就算死 也要找到他 和他在一起 无限爱怜地看住楚行云 他又怎么忍心辜负他呢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章 九死不悔 画面一转 楚行云出现在了九寒宫之上 画面中除了楚行云 还有冰窟内的叶千寒 你 曾经爱过我吗 叶千寒的声音 显得那么的可怜 绝望的声音中 甚至夹杂住哀求 可是面对叶千寒的询问 楚行云一字未答 面上的表情 除了同情 怜悯之外 更多的却是迷惘 很显然 他和他之间 是没有任何情感纠葛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看住画面中 叶千寒泪如雨下的样子 即便他曾经那样残害过自己 水流香也不由得心生怜悯 毕竟 大家都是女人 设身处地 水流香能明白他的感受 画面一路流转着 九寒宫的巅峰之战 七星谷之暗战 东西大陆之间的世界大战 万剑阁与星辰宗的欧战 看住画面中 那无比壮烈的一幕幕 水流香第一次知道 为了救他 楚行云竟然付出了这么多 竟然做到这种程度 这个男人 简直就是神 他 真的配得上他吗 终于 画面来到了星辰秘境中 那是水流香生命中 最甜美的一段时光 画面中 楚行云幸福地将水流香 抱在怀里 说出了一句情话 那句话 当时水流香 只当成是情话来听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现在都已经忘记了 可是此时此刻 当水流香再次听到这句话时 却被感动得泪如雨下 痛哭失声 爱怜地捧着水流香的脸蛋 楚行云喃喃地诉说着 香香 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对你的爱有多深 为了你 我愿意毁灭整个世界 这句话 在当时听来 并不觉得如何 比起那些所谓山无冷 天地河 差得远呢 可是此时此刻 回想着刚才看到的画面 楚行云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 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虽然 他并没有毁灭整个世界 但为了救他 整个北荒域 已经被他搅了的天翻地覆 有谁能想到 那一场场名垂青石的史诗级大战 竟然只是因为这个名叫楚行云的男人 为了救他水流香而发动的 无比骄傲 无比自豪地看住楚行云 这个男人 就是最爱他 也是他最爱的丈夫 看住水流香无比骄傲的深情 楚行云也不由地低下头 轻轻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只分了一下神 石壁上便飞快地过去了许多幅画面 再次看回来时 画面已经导到了刚入星辰秘境之时 见到这一幕 水流香和楚行云尴尬了 刚才情动之下 两人亲历了那么一小夏 可时间是不等人的 他们想看的画面 竟然错过了 好在 这天命回廊是帝尊部下的大阵 类似的问题早就考虑过 因此在水流香的操作下 画面停了下来 以比较舒缓的速度 正向流动了起来 画面一开始 便是叶千寒被古景天追击 连兽重创 行将毙命 画面上 楚行云全速奔驰 咬着牙道 不行 叶千寒绝不能有事 他一旦战死 那香香也必然会死 无论如何 必须救下他 在叶千寒即将被斩杀的瞬间 楚行云以英雄的姿态出场 悍然将他救了下来 随后 古景天临死前 触发了大阵 为了救叶千寒 貌似冲进了星光暴雨之中 以血肉之躯 为叶千寒挡下了必杀的一击 虽然现在已经知道 楚行云并没有事 但即便如此 水流香还是担心的不得了 只不过 看出画面中的一切 水流香已经隐约有点明白 为什么叶千寒会爱上楚行云了 连续两次的英雄救美 再加上楚行云又这么帅 气质这么好 实力这么强 爱上他很奇怪吗 不爱他才奇怪吧 而且 叶千寒自幼生长在九寒宫 宫里全是女人 从来没接触过男人 对所谓的爱情 更是只能从小说中看到 所谓 哪个少女不怀春 叶千寒虽然心狠手辣 但她也是人 当时的她 不过是个情斗初开的怀春少女而已 又被楚行云连救了两次 爱上她几乎是必然的 回想当初 在九寒宫之上 只要她说出孩子的父亲 叶雪上就会原谅她 可是叶千寒 却死也不肯说出楚行云的名字 真的是将楚行云碍到了骨子里 可是 单从现在的画面上看 楚行云没可能和她发生什么 楚行云救她 那是因为天魂控星石的连锁关系 叶千寒一死 水流香也会死 所以楚行云保护她 绝不是因为对她有什么感情 百思不得其解之间 画面中 楚行云再次舍身 替叶千寒挡下了致命的攻击 看出画面中 楚行云那高大的身影 水流香捂住嘴巴 泪水喷涌而出 面对着千百道星光 楚行云用自己厚实的脊背 挡下了一切伤害 在近乎被凌迟的状况下 却保住了叶千寒 没受到一丝伤害 表面上看 楚行云是在保护叶千寒 可是水流香又不是傻的 她当然能看出来 楚行云真正保护的是谁 自始至终 楚行云看向叶千寒的目光 何时有过一丝爱意 可是正因为如此 所以水流香越发的疑惑了 这样的云哥哥 怎么可能和叶千寒 做出那种苟且之事 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画面中 叶千寒显然也是很费解 她不明白 彼此没什么交亲的楚行云 怎么可能对她这么好 宁肯牺牲性命 也要保护她 画面中 遭受了凌迟般残酷打击的楚行云 显然已经处在弥留状态了 口中喷出的鲜血中 甚至夹杂住内脏的碎块 看住画面中的景象 水流香不断地摇住头 她不明白楚行云是怎么活过来的 这已经是弥留状态了 意识都已经是不清醒了的 画面中 楚行云那张俊怡面旁 不再被冷漠所覆盖 而是浮上了一抹火热的爱恋之色 嘴巴艰难张开 一字字无比清晰地说道 古语曰 若得一人真心 虽久死 而又未悔 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挚爱 只要能换你平安无恙 区区一条性命 不要又何妨 看住画面中的自己 竟然对著叶千寒说出如此情话 楚行云惊地瞪大了眼睛 剧烈地摇头道 不 这不对 一定是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对她说出这种话 看住楚行云惊害的样子 水流香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你当时的状态 已经是迷流了 显然是把她当成了我 咱们切换一下视角吧 说话间 画面一变 视角变成了楚行云的第一视角 果然 在她的眼里 怀抱住她 哭得梨花带雨的人 哪是什么夜千寒 分明是水流香 听着楚行云那无比动人的情话 水流香真的沉醉了 若得一人心 虽久死 而又未悔 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挚爱 只要能换你平安无恙 区区一条性命 不要又何妨 这 Grund词